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的房地产照样极然不动 我的所有的消费市场一样 我没有办法刺激任何的消费 而这样的一个趋势不是只有我们看到了 我们看到美国之音居然讲 美国之音的标题说 中国的经济很奇怪 你再多的钱砸进去 你竟然听不到任何的响声 而中国官方的经济学者 他居然这么讲 中国的经济已经进入到一个流动性的黑洞 不管你丢多少钱 都不可能对经济产生明显的作用 很多人讲说 现在中国真的已经步上了 日本那个失落30年的后层吗 在那个失落30年的后层 过程里面 他进入了一个通缩 你就算用多少的力量 你就算丢多少的金钱 整个经济还是疲软不振吗 而且可怕的是 中国这么大的量体 当你开始疲软不振的时候 你影响到的 不是你自己一个国家 现在有一个国家非常明显的被影响到 那就是韩国 我们知道韩国过去成长了 它的三星说 我不是韩国的三星 我是中国的三星 三星一直向中国的讨好 而且三星过去 它不断地把中国当成市场 不断地在中国投资 现在当中国整个衰败下去的时候 三星首当其冲 现在最可怕的是 三星这几年已经开始没落了 而现在最新的数字 它居然衰退将近99% 所以现在当中国开始衰退 中国开始沉积之后 整个周边国家都要把皮绷紧了 真的会造成一个系统性的灾难吗 好 我们今天请到两个频道 大方首席的财经专家 黄泽宋 你好 大家好 好 第一次每一早 电视报总统长 大家好 好 第三位是 上周的总统币 吕国珍 大家好 好 第四位是 资深媒体员 吕宇峰 大家好 好 第二位是 战略专家林宁辉 大家好 好 第六位是 前战略记者梁东平 大家好 走 你自己就讲了 中国为了要刺激它的经济 我降息 我降水 我丢了很多人民币 可是居然 一点做的都没有 连美国之音都讲 中国经济很奇怪 再多的钱砸进去 也听不到响声 老姐 没有错 目前的中国经济 可以说是已经进入什么 日本失落30年的 日本病已经出现了 为什么这样讲 你看 美国之音说得非常清楚 中国经济很奇怪 砸再多的钱砸进去 也听不到响 为什么他会这样说呢 从去年到现在为止 我跟他讲一个数字 中国所发行的钞票 是日本 欧洲 还有美国的总和 但是到目前为止 中国的经济 还是起不来 我降息 降准 放钱出来 然后这个习近平 在保证外伤 这个李克强喊话 李强喊话 不理直到目前为止 中国经济就是没有起来 而且大家反而对未来更糟糕 今天中国股市就重挫 重挫就准备要破底 人民币也是破底 所以看起来压力非常大 中国经济学家讲得最清楚 中国经济已经陷入所谓 流动性的黑洞 无论你投多少钱 都不能够对经济付出 产生明显的作用 中国已经开始进入一个 叫做经济流动性的黑洞 因为真的讲来 我在进行降息 我在降走 因为那么多的时候 第一个 我的房地产会动一下吗 我的股市会好一点吗 都没有好 反而更糟 简单的说啦 就是这个降息降走的时候 打强心针 你从去年到现在为止 一直打到现在为止 他已经完全麻痹了 变成个僵尸嘛 那变成黑洞之后 不只是自己中国经济本身受到的问题 连周边都被他吞噬进去 吞噬进去最明显的就是韩国 韩国现在已经 大家你看 韩国紧张 他为什么隐其越最近要去 访问美国 为什么他要导向美国 他讲得非常清楚啊 你看6月7号发布的 国家安全保安的这个战略书 把这个韩中战略伙伴 把它删除啦 韩中战略伙伴 为什么要删除 因为我不想再靠中国啦 为什么 因为它靠中国的下场是 今年韩国可能会调降 今年的经济成长率 不说韩国的三星啊 出了非常大的麻烦 我们看第一季 三星其实叫去年通袭 获利已经衰减了90% 大家想说 哇大家就是最糟就是这样 没有 他第二季更糟 第二季呢 去年还有赚14.09兆韩缓 今年只剩下 1004亿韩缓 下降了99.3% 预估值 只有去年通计了0.78 对吧 而且可能还要更糟糕 好像不只这样 海逆斯也是一样 海逆斯目前只在说 连续三个季度的亏损 这大概是09年才有这样 所以现在韩国面临到什么 三星如果真的出了大麻烦了 韩国是出了大麻烦了 所以现在韩国现在都很担心 你知道韩国最近 如果你去看韩国的媒体 最近 我讲真的 最近所有韩国的媒体都在报道什么 为什么台湾这么厉害 很多韩国媒体说 我也不想说台湾好 但是为什么台湾会这么厉害 以前还要去台湾 所以现在韩国是这样 开始一片在学习台湾 为什么台积电这么好 现在韩国的媒体 全部都在讲这个风向 那告诉你什么 他们也知道 他们似乎是过去一段时间 跟中国绑得太近 造成了反作用在他们身上浮现 所以你居然讲说 现在跟中国绑得太近 得到结果什么 得到这样的 三星的获利惊人暴减了99% 所以整个国家经济陪葬进去了 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主要原因是三星在全球的低润和Netflix 市占率包括45% 那问题45%之后 结果你没想到怎么样 中国开始崛起 中国你看中国厂商的市占率 开始大幅的上升 你看这是以Netflix为主 韩国的市占率 为什么直接接下谎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中国上来了嘛 我把它取代掉嘛 所以你看事实上现在为止来说 中国跟韩国的这个 这个所谓的这个低润跟Netflix 中国一直在狂追 当然对韩国经济造成非常大的影响 另外还有什么 因为还有西安厂啊 这个三星电子有西安厂 还有海力士有无锡厂 目前因为中美的这个关系 它没办法大量扩产 这也反而变成是个大负担 所以它变成是这样 在中美的过程里面 然后压了台所在中国 现在变成是 它这个西安厂跟海力士的这个无锡厂 变成是一个 它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啊 当时三星在西安厂都是敲锣打轨 丢了千亿的资金进去 结果现在变成三星最大负担了 对它原本是全世界最大的 Netflix上 在那边 结果现在变成是没有办法 出来的一个状况 所以现在怎么办 它完全被卡在那个地方 好 那你说就只有低润不好啊 它还有其他的部分啊 对不对 它目前 问题是它目前的面板 被中国打 中国的这个华星光 还有京东方 打了它的这个面板 好另外一个 它的自作性手机 手机来说 它目前在全世界还是数一数的 问题是 它在中国大陆的这个市占率 几乎是0嘛 所以等于是说 因为为什么 因为它在中国一直不断的被挤啊 为什么 因为中国现在喊出一个 就是拒买三星 为什么拒买三星 因为你韩国 你最近导向这个美国 我们开始拒买三星啊 而且萨德等等因素 所以它是韩国跟中国绑太近 现在他们现在意识到 哇 真的我们完全 找不到任何好处的一个情形 三星以前为了讨好中国 还讲 我们是中国的三星 为了讨好中国 三星所有的高拐 一字牌给下跪跟中国人道歉 是 没用 所以我就告诉你什么 跟中国跪是没有用的 跪没有用 他们就还是按照自己的国家利益去做 你跟中国跪绝对没有用 你只会遭到他反而羞辱你的一个状况 那除了这个之外 最近中国当然很糟 我们刚才只是讲 韩国被波及 中国自己本身就是这样 你看端午节照理说 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节日 就没想到 中国的端午节 街道都是连连的二号 很多国外的厂商 像大众汽车 现代汽车 福特 准备说我们要关闭中国的工厂了 要么就是裁员 尤其是你看 这个所谓大众汽车是非常重点 因为大众 上海的这个大众市的 上汽跟这个 德国的Volkswagen合作 结果没想到这座厂呢 现在为止有可能要开始 第一座厂已经要开始关闭了 另外部分的厂 也准备要陆陆续续的关闭 所以那上他们说 一场的厂房已经拆掉大部分 但部分的厂房还没有启动拆除工作 如涂装还有焊接的 目前都还没有拆完 也就是说慢慢开始在拆 上汽在拆 上汽是中国汽车的产业的骄傲 居然在这个端午节之后 开始进入到那个 等于说最后的反折点 一个一个宣布倒闭了 其实这个上汽是中德这个 合作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 现在开始这样 另外除了这个 现代也是一样 现在说我们现在也准备要 现在在国际上 是这个攻城掠地 就没想到他在中国 我不玩了 我不想跟你玩了 另外包括说福特也是一样 所以现在等于是说 外气开始在 为什么会像黑洞一样 因为主要因为第一个 外气开始大局的离开 而且是成群结队离开 这个对中国来说 是非常致命性的一个大气 尤其这几天 印度的莫迪到这个美国去反折 对齁 美国给他牵了一大堆 所有的厂商都要移到印度去 对中国来说 又是一个重大的打击 外伤的撤走 这个压力是非常巨大的 而且我们来看现在的画面 照理讲中国的内军之上 很多是靠旅游来之身 因为中国什么都没有 人多 人多只要一放出去 人潮就代表前潮 可怕的是刚刚讲 端午节一过后 很多的厂商宣布离开 说我要离开了 现在更可怕的是端午节 照理讲是一个旅游旺季 你现在看到 全部都是空空如夜 没错 像中国的每一个旺季 每一个消费节日 都是一个中国旅游的旺季 可是你可以看到 大战 这是广州车站 广州车站还是一个 非常超级大战 没想到没有人 你看我们台湾在 这个过年过几 过几 端午节人山人海 结果没想到他们没有 然后你看各个地方的 包括说像高铁站 还有各个地方 这都是端午节 对 连航班都是一样 航班也都是没有人 在坐这个航班的状况 机场都是空空如夜 甚至你看 人家就说 车子到什么地方 车子在这个所说出租 这是什么 这是出租车taxi taxi要挤满车 挤满这个机场要载人 结果没想到没有人 因为为什么 因为没有人载 没人在动 所以他们完全 计程车都停在这个地方 好那你知道 事实上他们跑到什么地方去 他们都不想花钱 跑到海边不用钱的地方 因为中国很多消费地 譬如说很多庙 很多游乐区都是要钱的 只有海边不用钱 所以他们全部跑到海边去 所以等于是说 他们整个消费力 是大幅的下滑 还有不只是这个中国 自己本身注意到说 中国经济在下滑 连日本都报道 日本的日经中文网 就说什么 他说五月大陆 这个访问日本的旅客 只有13.4万 比疫情前少了82% 而且那 做那种以前的高单价的游轮 都是中国 因为五月已经开放 中国高单价都可以来 这个坐游轮来这个日本玩 就没想到 他们居然不想要消费 所以那事实上 现在整个中国内部的 这个经济 消费下滑非常大 他不是下滑非常大 我们知道 这个最近一段时间 因为刚好就是 这个区域员嘛 就没想到 最近一段时间 被他说到什么 你知道 在这个端午节的时候 为什么很多这个 这个所谓公安 站在这个 真实在 站在这个哈尔滨的河边 松花江河畔 松花江河畔 对 为什么站那么多人 因为为什么 因为事实上你看 这么在防止你 防止你想不开 那为什么 人家就说 你看这里面 这个很多桥上 你还说 这边有放着刀片 为什么放刀片 不让你跳下去 为什么 因为事实上 从去年到现在为止 可是我要跳的人 我还怕刀片吗 抱歉 那事实上 这就防止你 你看到你 或许还会紧张一下 那事实上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从去年到现在为止 中国青森的人数 是相当多了 天哪 为什么青森的人数 相当多 其实上媒体都 没有报道 因为中国整个 这个经济下滑 很多人没有 被裁员 甚至我们知道 青年人目前的消费 是20%以上 就失业率 失业率 而且你知道 紧接着今年毕业之后 又有很多人要出来 这些人没有工作做 那怎么办 很多人就想不开 所以从去年到现在为止 有非常多 各式各样的事件 其实很多人在和尚 就想不开 但是所以他们就想出 这个办法 所以那是从天出之马 其实告诉你什么 中国的经济 真的 如同刚才我们讲的 他已经陷入个 流动性的黑洞 失落的30年 或许可能在中国 就即将要展开 董事长 中国的经济 真的有这么糟吗 真的进入到一个 流动性的黑洞 这样讲呢 美国经济讲 中国经济很奇怪 砸再多的钱 也听不到响声 对啊 他砸 因为人家砸钱去哪里了 去哪里了 他砸钱 救的东西有两个 主要的东西嘛 第一个东西就是 救房地产 对 第二个就是救 他的所谓的 国营企业 跟国家有关的企业 或是地方政府的 这个地方政府的债务 对 地方政府的债务 他现在不救嘛 他不救 可是事实上存在啊 所以他砸钱的管道 基本上想要 想要烧 想要 想要 点火 想要点火的对象 是很明确的嘛 那明确的问题是 这个砸就没有用啊 因为这个老百姓 的收入减少 对 然后新的开工 不敢开工啊 然后旧的房子 要保交房 不敢 就是要保交房的 房子交不了啊 对 所以那个洞 本来就是 非常大的一个黑洞 他现在到底 砸了多少下去 其实他降准降息而已啊 他砸的钱 到底多少需要下 刚刚事实上讲啊 他现在印的钱 是美国 日本 欧洲 其他 总和啊 对 总和 但你要知道 他前面这些 我刚刚讲的两个东西 一个房地产 一个地方债务 到底多大 我们也不知道啊 这都是由照来计算 赔动 那个也大概是美国 欧洲好几倍啊 对不对 然后全世界在抗通膨 所以世界的警惕 陷入困难的情况之下 那他又没有一个主轴 他现在主要的 这个最重要的 三年多来 所背负的那个黑洞 他没有办法解决嘛 那地方在乎的 这种烂尾工程 到处遍地都是 所以他这个 已经是 已经是 已经是非常 非常根本性的问题 而且习近平其实他 花了太多时间 在搞派系的斗争 他并没有 他三年多来 没有搞经济 唯一有今年的 李强接了总理之后 才开始就是 头痛一头 脚痛一脚 也没有根本做法 所以他只能有 短期打算 而没有中长期的作风 所以你就表面上来看的话 是救不起来 其实背后的原因来讲的话 它是他内部的 权力的结构问题 对 而且他目前来讲 他不愿意有长期打算 而且他也不能有长期打算 因为还有一个 俄乌战争的危机 放在旁边 随时又产生变化 最近变化会特别大 那个变化一出现大的话 全球的人员市场 跟消费市场 跟他的主要的 生产的客户的 他现在目前 生产的消费品 主要是 有很大一部分 是外销到俄罗斯去 对 这些都是会有 格局上的影响 都会因为局势的变化 因为地缘政治的变化 而产生的经济的 直接的冲击 这个根本不是 他能掌握的事情 所以而且又不是 他所擅长的 你觉得习近平跟李强 有比李克强好吗 没有 当然没有 所以还有一个就是 信心危机 还有一个就是 人才不足的信心危机 那这个还是更根本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他目前的做法 完全没有能力来改善 是很痛苦的一件事 好 国队 刚刚我们看到 一个非常可怕的数字是 赛金这一季 它居然摔掉99.7% 不 99.3% 只剩下去年同期的 只有0.7%而已 这么可怕的数字 你说 它真的是受到中国的拖累吗 现在谁跟中国挂钩越紧 受伤就越惨重吗 三星真的是成也中国 败也中国 成也中国 败也中国 2021年的时候 三星整个卖到中国的 记忆体或半导体 超过六成都卖到中国 等于一半的获利都来自中国 你知道那时候一年 它赚多少钱吗 多少钱 一兆多台币 是十几兆的韩元 那是非常金额的 所以你说它以前 三星赚很多钱 是从中国赚的 对 所以我如果从中国 赚不到那么多钱就没了 结果现在变成什么局面 它一个季光三星 一家公司就亏了 三四兆最新公布了 为什么会掉99% 那代表它以前 一年可以赚一兆多 现在只赚 一百多亿台币 那一笔就可以看出 三星有多惨 而且不止三星再惨 SK海力士 在无锡也有惨 它一口气也是 两兆 一兆三兆 这么样的亏 亏的金额是 非常的惊人 等于中国 让三星跟海力士 完全起来 结果反而 让它整个半导体 完全现在 跌的是一臂股 所以会影响 不只是三星跟海力士 连韩国的GDP都会受到影响 而且你说现在 韩国的悲剧 或者韩国的惨 还没有开始 因为它已经深陷到 你一闹之中 它已经进到了黑洞里面 刚才讲 现在三星的手机 照一讲 你是世界上的全球 还是第一 照一讲 可是你现在可怕在哪里 可怕在说 你现在卖越多 你赔越多 因为你第一个 你没有办法跟苹果竞争 然后你不能跟苹果竞争 但你后面 中国的手机 却要你的命了 我们都知道 如果你放弃中国市场 中国市场 就会养出一只大老虎 来追着你到全世界去跑 那手机市场 有所谓的两大跟三小 两大就是苹果跟三星 三小就是中国的小米 Oppo还有Vivo 结果现在发生什么状况 我们来看 这一季最新的降价的趋势 三星的手机 卖到四万一千多块 定价定很高 可是折扣折了多吓人 折扣折了一万三千多块 你等于是大折扣在卖手机 所以我们看到 苹果折扣多少 三千九 有一个扣是四千二 另外一个我们看到了 底下小米两千七 包括Oppo五千七 谁折扣最多 三星折扣最多 结果发生什么状况 我们来看这张图 就看得很清楚了 三星不是刚才折价 折最多的是什么 折叠手机 它号称推出这个四万多块 要来挑战苹果 结果谁在挑战它 Oppo马上就追上来了 Oppo其实已经变成 从2020年的Q4 就是第四季的时候 它不到5% 现在已经爆充到22% 市代率增加这么多 对 这还不是中国市场 这是全球市场 代表说 中国养出一群老虎 追着三星在世界跑 内卷不仅在中国内卷 把三星在全世界跟着卷进去了 所以Vivo还抢到了东南亚 很大的市场 Vivo也跳上来 所以折叠手机为什么要折扣 一万四千多块 因为Vivo有了 Oppo也有了 全世界都抢它 而且Oppo还变成是 东南亚智慧手机的霸主 代表 所以你做什么 我跟着做什么 等于中国不仅在内卷 整个中国市场 连三星我也跟着把它卷进去了 所以我们就看到 三星为什么现在这么惨 出口中 中国本来是它最大的出口市场 现在变成 中国出口它最多 本来中国人狂占韩元 所以隐席月就挤了 所以韩国现在赚不到中国的钱 中国还跑到韩国去赚钱 对 所以隐席月这几天就带着韩国 参访谈到越南去 为什么 它要在越南建立一个新世界 避开中国的内卷 避开中国这三小的追查 所以它号称要一口气 要在 不仅三星要在那边做最大基地 一半的手机已经在越南做了 接下来还要加买研发重心 一口气要聘取两千多个研发人员 把重心整个移到 所谓的越南去 预计越南会超过 一千五百亿美金光卖手机 等于一半的手机都在越南市场 很多越南的农夫 现在从三轮车变成冰市车 接下来很多电力 它把越南河内变成一堆田柴角 很多的农夫本来骑三轮车 现在都开冰市车 一样都是三叉级的标志 而且你现在越南刚刚讲的 越南现在怎么样子 去拉拢韩国呢 刚刚讲 你看到这张照片 这是三星的研发中心 这是越南的官方的人员 干嘛 帮李在荣过生日 越南的官方帮李在荣过生日 因为越南现在是超过五成的手机 都在越南生产的 越南变成三星最大的市场 所以等于全世界 都急着逃离中国这个黑洞 连越南也变成是最新的 韩国的基地 那当然造成它很严重的缺电问题 因为它的每年的电力成长超过八% 结果它的电力建设根本来不及 所以越南现在是两三天就要停电一次 台商现在是苦不堪言 而且土地都还买不到 土地不停地在涨 大家疯狂地抢土地 好了 现在你说出现一个状况 就是南海现在受不了了 在这个隐习院的带领下 它开始要抽腿离开中国了 现在日本对中国是收散 而美国更坏 美国要开始放空中国了 当工厂都帮走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 大航空跟韩亚航的航线 现在都不飞了 包括北京跟深舰这些航线 都慢慢来说斑 代表什么 中国跟韩国之间的贸易往来 越来越少 所以现在也在卖工厂 LCE也在卖工厂 所以韩国在中国的投资 是急着在抽腿 可是日本做了一件事情 非常有趣 这几天日本的政府通知 韩国三大银行 日本三大银行检讨什么 你在中国的铺险 金额有多少 负险金额 结果一查出来 当然现在信用贷款 大概占了1% 6.4兆大概640亿美金 可是 日本政府告诉这件事情 代表什么 他在警告所有的银行 天黑打雷了 赶快准备收衣服 要收散了 收散 对 因为中国 日本跟中国 是一次贸易的很大的伙伴 其实前三大伙伴 如果你大量的贸易往来 如果你还是开LCE 或信用贷款的话 这些可能会造成 所谓的日本的金融危机 因为中国的房地产一倒 银行也可能会倒 如果这些钱收不回来 非常的危险 所以日本现在做的是什么 雨天收散 那美国最忙的是什么 美国银行最近做了一个调查 问一下基金经理人 现在5月份最忙的事情是什么 两件事情 一个叫做多AI股 第二件事情 做空中国股市 也代表什么 当中国被一层黑洞 美国记得是 落井下石 打落水狗 好 机会 因为工作的关系 你常常去中国 去这个参谋 去中国参谋 你说中国有个问题是 现在中国的经济 砸再多钱进去 也听不到响声是 这已经是 接连30年的业障 这是业力大爆发 对 中国从改革开放以来 其实他们已经 染上一个坏习惯了 我说真的坏习惯 为什么呢 因为你看到 最近来讲的话 美国对他金片进行制裁 结果他不是丢大钱下去 要做什么中国新 中国金片吗 结果现在到哪里去了 没有 美国之音讲的说 没有听到什么东西 一个响铃铛嘛 没有嘛 结果你看 现在以前来讲的话 我曾经在2012年的时候 因为南海事情 我曾经到中国大陆去 结果我发现到一个问题 非常严重 也就是说当时的中央 北京中央 他也是一样 要丢大钱下来 丢大钱下来 告诉大家说 去处理南海议题 去研究南海议题 去甚至南海要 比如说 后来你看到这个吹沙填海 填海造路 都是那些钱下来的 结果那时候 我在北京大学 突然间 跑出一个 陕西的梅老板出来 这关陕西什么事情 原来陕西的梅老板 听到消息之后 就找了一大堆人 我们来搞一个 什么投资开发公司 或什么之类的 准备要接中央的这笔钱 所以代表什么意思呢 就说 其实你看到 北京他在做事情的时候 中国在做事情的时候 都是看到一个影子 然后大家集体 想要赶快去做 就有点大链钢厂那种概念 结果全部投下去之后 结果大家做的都一样 什么事情都做的一样 他们以前讲过 人有多大胆 地有多大惨 那种习惯 那种坏习惯还存在 然后不会跑到 最深入的地方去研究 然后他根本就不知道说 到底那一个东西 可不可行 所以他在没有 做这种可行性评估的之前 就开始 大家就开始 把这个预算花光光了 那预算花光光之后 结果要 拿到什么成果 没有 然后公司就关掉 所以这个不断的这样的旅行 他怎么可能造出东西出来 所以这是一个坏习惯 这坏习惯 有赵佑说 现在来讲的话 你就算丢再多钱下去 结果经济成长都没有上来 然后结果现在你看到的状况 就是现在物价通膨也要 因为他钱不是留到 应该留的地方 钱也没有发挥 应该有的作用 就是他以前 他的底盘太大了 底盘太大 你再怎么样 有几个比例 他都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成就 可是现在被全世界封杀 你就什么都没了 对所以就变成说你没有拿办法关键技术的这个情况之下 你丢大钱 丢大钱 有这个说 受益者只是那些 想要去分一杯跟那些官员 或是相关的这个官商勾结的一些商人而已 所以真正的没有办法落实到整个产业的一个升级 那如果这个东西没做到 没有拿到关键的东西 真正的研发的东西 而且人产也是一个问题 到最后来讲的话 只是把大家做同样的事情而已 复制一样的事情而已 并没有办法造成中国经济的成长 台北很热 台北是36度我昨天走出去 我快把我热死了 可是没有想到现在在中国更可怕 现在中国动辄40度以上 那热到什么程度 眼镜王蛇都受不了了 当我们看这个照片 眼镜王蛇不是在地上爬的吗 他爬到树上 为什么爬到树上 地太热了 因为现在来讲的话 大陆这个地方很多地方都非常的热 那这个影片是有个眼镜王蛇 一开始他在地里下面 然后跑跑跑 他想说他要去哪里啊 哇蛇 蛇会爬树 就往上跑 爬到最上面去 然后露出他那个头 为什么 因为地板真的是太烫太烫了 连眼镜王蛇都躲在树里面 原本他下面是有草的 可是太阳晒的情况之下 他也没办法之后 往山上 往这个树上去爬 爬上去了 爬上去之后呢 为了就是躲这个天气的炎热 好 现在来说 热热热 连散热啊 这个地方63度 他们说当地呢 已经有人直接在后院里面 自己做什么 自己做个游泳池 就泡在里面 不然的话没有办法消暑 这更离奇了 这是一个盆子 他说呢 这个盆子里面呢 是放了这个衣服 他放了衣服 原本想要去晒 就变成 哇太阳太热了 我先放在地上 我先回屋一趟 回来的时候 烧起来了 这太夸张了 对 你说衣服放在盆子里面 对 衣服烧起来了 就烧起来了 然后大家就说 你这个是骗人的吗 这个不会烧起来啊 怎么可能 然后呢 有些网友就出来解释 他说 因为这个钢盆 就像我们当地的钢盆一样 钢盆 对 它会聚热 然后呢 因为里面又没有水 所以呢 就直接变成烤焦了 那另外来讲的话 这个是 太阳底下的电动车 因为现在他们 大陆来讲 新人员车 新人员车 因为要坐得便宜 然后又好卖 就发现说 哇 它的塑胶好像 融化了 对 不太对劲 那这个地方的话 融化掉了 你要怎么开啊 它的轮胎就变成 下面一片了 对 就是下面一片 那另外来讲的话 就是我们台湾的歌手 梁敬如 梁敬如去演唱会 竟然一边唱 一边拿扇子 然后我们就讲说什么 梁敬如可以给你勇气 但给不了你冷气 因为他冷气空调坏掉了 所以呢 在现场大家都叫 开空调 开公调 但是呢 没办法 梁敬如他自己 都要拿着扇子 然后呢 他空调坏掉的情况之下 他没有办法 让整个流通起来 另外来讲的话 这个养殖户 我们知道 你这个鱼苗啊 对 不能太热 如果太热的话 鱼苗是会全死 所以他们就去买冰 买冰就拿来丢 可是呢 有效果吗 这是养殖户 对 养鱼 养鱼 丢冰块 丢冰块 可是呢 效果不好 好 这个是我们刚刚讲的 因为天气太热 有太多离奇的一个极端气候 那过去来讲 我们知道说 宁夏有个烧烤店 它发生了说液态气 什么叫液态气 其实就是瓦斯 瓦斯爆炸之后呢 造成31个人死亡 死亡之后呢 这个陈锋就讲说 不行 因为液态气 其实网路上很多这种画面 就是直接炸开了 直接伤害太大了 所以要来监管 要来监管的情况之下呢 烧烤店 你发生液态气的爆炸 我就来监管你 那你说这些厨子要怎么样 这是什么 这是背这个一个 一个我们讲的 这是灭火器 背着灭火器来上岗 所以现在厨区炒菜的时候 要背着灭火器 对 他们讲到健为之处 如果你发生了这个液态气 每一个都要背 对 可是大家就说 这个炸是一瞬间的 如果真的是液态气 就是这个瓦斯炸起来的话 你来得及吗 你恐怕是来不及的 可是不管是谁都要背 连女孩子也都要背 因为你要上岗就要符合法规 而现在你背的这个 就是他们最新的上岗的规定 你要背上去 你在中国真的热成这个样子 对 好 在中国其实 这真的非常热 除了热之外呢 另外一个比较可怕的是什么 一个对流旺盛 出现了超大的一个冰雹 你在成都这里面有大冰雹 然后呢 你在这个广西的地方呢 有发生了一个洪水 那洪水里面呢 你会让 除了人不舒服之外 更可怕的事情 就是稻米 因为现在来讲 稻米还有小麦 真要收成 好 网络上面有个影片 就是一个79岁的老农民 还要去看他收成的麦子 结果呢 看起来已经发芽了 就哭了 哇 这个影片造成大陆 就想说 哇 不行 我们要去救农民 然后呢 习近平 所以习近平讲 我要顾好手上的饭碗 我现在是退林还根 现在就这样退林还根 根还是不够 根一定不够 现在来讲的话 其实习近平 他现在去看了一个广西之后 他说要自给自足 农业愿景要受到冲击 他说这个地方 因为都已经是洪水下来了 所以他们现在 习近平去看了之后呢 要研发新的 新的麦子哦 这个麦子呢 是可以耐旱的 然后呢 也可以耐洪雨的 洪水的 可是这个东西 弄下来的话 其实来讲是 缓不济紧 真的有办法 这么快拿到这些收成吗 没有办法 因为现在这个洪水 下雨的情况之下 麦子都已经发芽了 恐怕 它的麦价都很不好 对农民来讲 短期间之内 是没有办法 得到一个补偿的 这个礼拜 全世界最大的谜团 大家来讨论的是 到底瓦格纳说了什么事情 你从南方罗斯托夫看的 我已经占领了 占领了 然后我往北方走 北方走的时候 你离莫斯科 只有200公里 看起来你就要打击莫斯科了 结果没想到就停住了 停住了开始谈判 谈判以后就撤军了 我爆米花都买好了 没错 这个周末大家都在看这个 这个是不是好戏要发生 为什么 因为这个普里格金 瓦格纳集团的这个首领 因为我们知道 之前他用俄罗斯国防部 本来就有一些口角 结果没想到他居然在 6月23号 他突然就说什么 他说什么 他我目前为止 遭到俄罗斯国防部 抛击我 抛击我说我准备 就是说我要这个 我要全力推翻俄罗斯的 军数的高层 而且他说了 我现在已经占领了 这个罗斯托夫这个地方 罗斯托夫在俄罗斯 对 南部 而且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地 算是俄罗斯南部 一个非常重要的基地 不只这样 他还是支援所谓的 这个乌克兰的前线 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 就被他居然控制住这个地方 包括说这个机场 很多地方都完全军营 被我们控制住了 然后又说 我准备还往北打 然后他从此在指控什么 他们想要解散 瓦格纳的军事联 我们在6月23号 他说我们是正义游行 那我们呢 我们准备要在24小时 我们就可以快速往北推进 我们要抵达莫斯科 200公里以内的土地 这样子 这样讲话 就来讲出来 大家完全吓傻了 为什么 难道是他真的要叛变吗 对 那在第一个时间里面 全世界都认为他叛变了 对 然后他就开始往北推进 往北推进的那个速度 还真的蛮快的 就来没多久之后 普丁就出来说 普丁说我们现在面临的是 所谓叛国行为 因为私人野心的导致 对我们国家 我们军队的背叛 这像从我们背后 捅刀一样的这个感觉 你说他定调普利格金 是叛国 对 而且他说这个所谓的行为 对我们俄罗斯 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伤害 你看 他已经这样讲 大家想说 糟糕 我看到普丁这样讲 我就去买爆米花 对 而且那当时的消息 真的很混乱 有人说什么普丁 很多俄罗斯的军机 开始往外飞 普丁也在上面 他们往外跑 那很多人说什么 往这个莫斯科 往这个海外的机场 完全都爆 当时很多消息 消息非常混乱 也就是说 一路往北挺进的速度很快 而且挺进的过程里面 到了立佩兹克中了 对 没错 你看从这边到立佩兹克中 距离这个俄罗斯 莫斯科只有360公里 看起来的话 好像是一路的往前推进的 这个状况非常非常快速 而且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画面是什么 这外面是很多 普丁格金的军队停下来的时候 俄罗斯民众对他挥手 很开心 这样一个状况 难道是说 真的要往内打进去吗 那第一个事情还说 什么俄罗斯志愿军 还有什么俄罗斯的 这个所谓自由军团 好像要跟普丁格金一起打 所以当时 所以当时很混乱的这个局面 就混乱的局面 没多久之后 突然之间就说 我们不打了 普丁格金就说 我们准备要撤军 然后我们不打 我们要回头 而且我们在这个时候 卢卡申科的这个调停之下 我愿意离开俄罗斯 到白俄罗斯去 你部队都动了 你部队动了都离莫斯科 只差200公里了 你只接到一通电话 你就撤 而且我觉得更不要是 普丁还说 我赦免你所有的罪责 对 所以现在整个剧情都急转直下 当然目前我们台面上看到的是 白俄罗斯的卢卡申科出来调停之后 同意让普丁格金离开莫斯科 而且没有受到任何的责难 那普丁也原谅他所有的这个作为 但是还可以把这个 普里格金的军队可以 如果你有 如果愿意的话 可以纳入我们俄罗斯的国防军 编入我们国防军的一个状况 那到底是出现什么事情 现在有几种说法 抱歉 另外说法是说 普里格金的这个家人 马上就被俄罗斯马上威胁 那不是还有一个消息说 他去清算他那圣彼得保的 相关的这个 相关的家庭里面所有的东西吗 14亿元的现金 他说好像很多国家都没有出来 这个挺俄罗斯 包括哈萨克总统说 这是属于俄罗斯的内部事务 很多人都这样讲 哈萨克发生那一乱的时候 第一个到哈萨克平乱 去帮助哈萨克现任政府 不叫普丁吗 所以你说事实上现在就这样 另外一个卡德罗斯 只有卡德罗斯说我们愿意去 但愿意去的时候 他说我们也是卡在路上 没有办法抵达 所以你说 在这中间唯一说 我要帮你打仗的 是只有车子的卡德罗夫 那车子的卡德罗夫说 我要派五千名 五千名说人呢 对不起塞车 打仗还有塞车 他说没关系 我胜上我已经准备好了 我要去救驾 虽然塞车我还是会去 但是事实上现在显然 国际现在很多国家 对这个事情来说 他现在也不知道如何去判断 但是无论如何 对普丁的这个微信是一大大 现在不是有传言说 因为2024年要重新改选吗 很多俄罗斯的精英似乎已经开始考虑 要抛弃普丁 那当然这是不是事实 我们不知道 但这一次的这个 无论是政变 这一次或是说整个短期的 这个24小时的这个所谓军事行动 对普丁来说真的是一个重大的挫办 好 董事长 有人用乌龙 有人用这个最近最大的谜团来形容 今天普里格金都已经发动政变了 都已经开始启动了 而且普丁大长级小 你就是判断 判断 而且你是在背后捅刀 我绝对不良力让你 就没想到他一直往前走的时候 没有任何抵抗 就一直往上 刚刚讲的没有任何抵抗 抵抗也没有用 而且很多的民众还跟他们拍照 进到200公里的以后 突然摆俄罗斯一通电话 卢卡申科自己都要别人帮助了 居然还可以调停 调停以后 全部嘎然而止 这到底怎么回事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已经是叫做第二集了嘛 第一集是我们上礼拜五 我们在本节目里面做了一段 你忘记了吗 我们做哪一段 就是这个 就普里格金拿了他一个 那个企划案跑到国防部嘛 跑到国防部 那就是他最后的埃德美顿书嘛 最后同叠 他最后同叠 就是要跟国防部谈判嘛 谈判中间就是要权跟要钱 要军火不是这些吗 结果那个整个 整个要求被那个奥巴桑 把门关起来 对不对 不敢收 对啊 这就是求欢悲剧愤而行凶嘛 这开始就跟你干了嘛 对不对 但是我上礼拜我就问到你一个问题嘛 我说他的部队在乌克兰 对 他老小子资深前往 跑到俄罗斯的这个国防部 对 然后去丢企划案 他不怕被干掉吗 当然怕啊 这俄罗斯人多凶悍啊 对 你把你离开你的保护网 我就把你干掉了 你怎么可以全身而退 所以他还能够在那边嚣张 还开记者会 把企划案给全世界宣布 到底背后谁挺他 当时我就判断说 后面有人在挺他嘛 所以同样一个故事 后面有人挺他 让他演出的第二个剧嘛 对 第二个剧本干什么呢 就是很简单 兵剑嘛 就直接跟你来了嘛 就是起佩兵了 对 这个他巴赫姆特打到了一万多嘛 所以他手上实际上的兵嘛 大概只有两万多 他这次跟他出来两万多啦 守在园 住在地的还有大概一半的人 对不对 所以他带了他的部队出来的时候 沿路没有任何障碍 怎么可能 对 那沿路经过谁 他 对 因为我要跟你解释 俄罗斯本身总共有七个战区啦 他本国俄罗斯有六个战区 他加林格勒有一个战区 对 所以他每个地方就有西伯利亚战区 是有驻军的 他有驻军的 他整个总驻军 总量目前来讲 还是全世界第一大陆军的 150万 对 他就拿部分部队去跟你打 他没有全部出来打 那是你普丁要打 我们跟你大家邀惑一下 那各个军头自己保留实力啊 军头 俄罗斯各地有军头 他的战区司令就是军头啊 平常的时候他们是 拥护保皇派嘛 对 那现在一看 哎呦这个皇帝现在不太稳 普丁大帝现在力量不够了嘛 这一次刚刚施东讲的就对 这次给大家一个 非常清楚的一个指标 叫做普丁照不住了 那普丁照不住的时候要干什么呢 就很多派系就跑出来了 各邦各派就开始为了 他们都要分自己的利益嘛 对 因为每一个军头的后面有什么东西 有寡头嘛 寡头有钞票嘛 对 你知道昨天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 第一个事情是什么事情 各地的寡头的私人飞机纷纷起飞啊 都飞到不同的国家去了 你知道吗 先跑再说 还跑到土耳其的 跑到哪里的 都跑了七八架私人飞机都跑光光 有些人先溜嘛 这怕是真的打起来 可是这个后面因为它是一个戏嘛 对 最后它一定是瞧好的 就是叫白俄罗斯 叫洛森科出来瞧嘛 对 要让他有一个流亡的地点嘛 好你就看到流亡地点这个事情有没有 所以这个事情暂时落幕 落幕之后很简单 那一定是瞧好的嘛 那瞧好表示普丁要释放出 他一定的权力了嘛 所以普丁不是跟这个 这个瓦格纳台 他是跟这些军头台 他整个大的一个谈判在开始 内部开始 普丁原来是全 就是他是一个独裁者 是一个绝对的权力集中的阻裁者 他现在必须要分权给大家了 因为他很简单 他干了一个事情 干了一个烂事情 就是乌克兰搞砸了嘛 他乌克兰搞砸了 已经影响到俄罗斯的利益嘛 俄罗斯的利益是什么 谁的利益 是俄罗斯这些所谓的权力人物 跟军头跟寡头的利益嘛 你把我的利益影响到 现在我个人我都招不到 我活不下来了 你乱搞 所以利用这个 利用这个普罗 普利格金 普利格金来演了这个五行以后 他就投降了吧 他马上你看赦免所有的这个 所有的指控嘛 对 所有的司法指控全部赦免 那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呢 那你开始昨天说要叛国 然后今天就开始赦免 你说昨天背后捅刀 对是表示你照不住了嘛 你照不住已经是个事实了 可是还有第二个事情 这更妙的 你有没有发现一个事情 CIA 西方情报的人先知道 美 那俄罗斯的FSB 俄罗斯情报单位 没有任何报告 有可能吗 不可能 当然不可能嘛 俄罗斯情报一定会掌握嘛 那掌握 所以这中间就有很多的谈判 在中间瞧 那唯一不知道 这个事情是普丁嘛 普丁 普丁被摆到嘛 所以普丁 只有普丁不知道 普丁慌了嘛 那普丁慌了 普丁照他的这个所谓的 他那几个 他不是有一个 过去有一个集体协防系统嘛 对 有几个国家 包括这个 哈萨克啦 通通都是你家内政 我们不干预 那你们的事情 然后他马上紧急 派了他的外交部副部长 去见到北京见秦刚 这是关键问题嘛 秦刚也说那是你的内政问题 秦刚有新华社发了一个 一个稿 发了一个不痛不痒的稿 但是就表示说 我们期待你这个俄罗斯内部的稳定嘛 换言之讲 现在习近平在等什么 习近平也在观察说 你到底 撑不撑得住 你到底顶不顶得住嘛 然后这个很简单 按照俄罗斯这种寡头的政治的结果 就是同样一个案例 在这个中共也是一样 因为他们是精英同事嘛 当这个结构开始有改变的时候 普丁一定下台嘛 普丁下来就是谁来接 是怎么一个接法 对我对中共是 对中共的是最安全 这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 习近平在想啊 有没有可能撈一票啊 你现在高科 我这里面手伸进去撈一把 所以这个事情已经进入一个 后普丁时代的一个 一个政治斗争时期了 好 东平 布林肯在看这件事情说 戏才刚刚开始 他不是最终章 还会有后面的续集 还有后面的续集吗 这个事情啊 我可能跟大多数人看法不太一样 是哦 第一个 我认为这是普丁一次很高明的危机处理 刚才有提到 这个所谓危机处理 就是大事小事化无 第一天进军之后 势如破竹 我还记得我还在脸书上发了 我说这个瓦格拉真是厉害啊 这个才叫做闪电站 我那个时候发了这个 因为他立刻把这个 那个邓河边的那个 罗斯托夫拿下来 罗斯托夫拿下来 然后又拿了第二个 我说这个才叫闪电站 结果后来再看了新闻 我发现不对 他进罗斯托夫没有发一枪 就这样子进去的 对 我相信在第二个地方也没有发一枪 也没有发一枪 也没有发一枪 很多现在的评论说是因为 俄罗斯的国防空虚 对 叫不出兵队 部队都在那个 布克兰打仗 这是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 俄罗斯除了正规的军队之外 他还有一个叫国民卫队 国民卫队就有三十几万人 不可能说是完全没有防 我认为 根本就是普丁下令 不要攻击他们 不要把这个事情复杂化 因为你一攻击 这个事情就复杂化了 而且不能够马上收拾好 所以他一路很顺的 九百多公里 一天打九百公里 罗斯托夫到他后来 他说是距莫斯科两百公里的地方 这条路有九百多公里 在这个M4公路上面 一支部队这样子跑 我相信没有这么多人 我认为是三五千人而已 英国说八千 不管怎么讲 这么大一支部队 三五千人也算很大的部队的车队 这么大一个部队 这样子一直上去 跑了九百公里 没有任何损失 瓦格纳没有死一个人 然后瓦格纳是有一个军车被打坏了 这个视频我看到 那这个俄罗斯下重本 它七架直升机被打掉 还有一架一流声22的 这个侦察机被打掉 这些飞机为什么被打掉 这些飞机不是去攻击他们的 是去监控的 去看他们的动向 所以是一个侦察机 换句话讲就是说 在这种情况下 你可以几乎可以确定 俄罗斯并没有要攻击这个车队 他要攻击他怎么可能打不到 然后他那个被打坏的一个卡车 我看到那个照片 那个卡车被打烂成那个样子 居然没有一个伤亡 这是不可思议的 不可思议的 但是有一个很妙的事情 刚才提到 他们立刻在圣彼得堡去抄家 然后抄到这个40亿卢布 是4700万美金 一箱一箱的 说是在一个汽车里面 一个小汽车里面抄到的 最妙的就是 普里格金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立刻说 不止这些 你们抄了三辆 怎么只讲了一辆 对 他可能是担心说 哇 你抄了这么多 你帮我抄了100亿 你只说这14亿 剩下这86亿 你帮我按砍了 是 我觉得他是担心这个 而且他讲得很清楚 这些都是我的钱 然后他承认都是现金 因为说是这个瓦格拉的薪水 补剧的 都是要用现金来做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再加上瓦格拉 是不可能攻击莫斯科的 不可能 绝无可能 瓦格拉没有空军 瓦格拉是很厉害 但是他是只会打巷战的 他在乌克兰战场上 他也要靠俄罗斯的空优 还有火炮 支持他才打胜的 所以他是不可能攻进去了 在这种情况下 钞票也被人家发现了 如果再加上 亲人也被威胁了 再加上他自己知道 他自己也知道 他是不可能攻进莫斯科的 他只好退 那刚才有提到 他为什么到白俄罗斯 我认为第一选择 并不是白俄罗斯 普丁第一个选择是打去打哈萨克 第二个选择是打到伊朗 但这两个国家都不愿意介入 为什么哈萨克 离得比较远 把它放到那边去 白俄罗斯是不太有力的 因为他就在俄罗斯旁边 所以这整个情况是普丁一个很高明的危机处理 我们同不同意这个事情是普丁23年以来最大的危机 我们同不同意这个危机一天之内就解除了 高不高明 6月20号 竹北发生一个非常可怕的瓦斯漏气 然后加上活性 还有一个少年身上90%的这个水烧烧 非常的一个危险 可是你特别提到 竹北这几年来发展是全台湾最快的地方 最快的地方 感觉上竹北新竹县没有好好的管理 因为你缺乏很好好的工程管理 你就是天坑 之前出现天坑已经有人警告了 你已经有问题了 要小心了 竹北想天坑之后就气爆了 对 我们现在讲气爆 6月24号有一个少年他在家里 他真的是人在家中做灾难从天而降 他在家里然后就炸了 这个瓦斯管线里面有问题 炸了之后他全身90几度的一个灼伤 然后跑出来只能用什么 用那个自来水厚素供来淋 然后这个炸完之后 现在到底杨文科到底人在哪里 你现在讲的不清不楚 大家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好 这个事情发生完之后呢 如果在双北的话 其实在过去双北也发生过这种气泡 一定会第一时间全部封锁 然后呢有问题的整个大楼 全部来一个检查 不可能再发生嘛 在新竹县不是 没有检查 新竹县炸完之后呢 就说这个是内管 我们只管外管 哇 你是在说什么 这个东西下去就是要人命的 然后呢 从24号 都没人管 对 24号发生这个爆炸之后呢 26号开始 棒棒棒棒看几起 都是泄漏 都是瓦斯漏气 对 所以整个新竹来讲 我可以说在竹北这地方 已经不安全了 所以你说 这种瓦斯爆炸在台湾不是限定 过去的限定是我要拉缝锁线 我要可以进行管制 我要等于说 我完全把瓦斯的风险降到零 对 我才可能让住户回去 可是 新竹县完全没有管 刚刚讲 1234 总共十多起耶 对 在这个地方的话非常多起 那在过去的话 你一定要清查 因为这个瓦斯气泡啊 就是有大管走到小管嘛 你一定就是从这个除气槽 除外槽 你一定要查清楚 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然后不然的话 你怎么知道下一个 哪个地方会爆炸呢 那这个地方到现在为止 搞不清楚 也说不明白 到底是哪一个环节 外管还是内管 到底哪里出问题了 对 那你这大楼里面 只有这一户吗 只有这一户有问题吗 你的管制 只有这一户走吗 不可能吗 你那整个大楼里面有管制吗 大家讲不清楚 好 天坑也是 也是在竹北 这个地方呢 其实简单来讲 就是它的连续壁 有一些状况 有一些问题 那为什么 我们讲这个瓦斯 讲这个天坑 那就是因为 新竹 竹北这地方 发展得太快了 因为它的房价 短短时间之内 从二字头 一坪二十几万 涨到七十几万 所以大家都来干 你在抢时间的情况之下 我脑袭 你慢慢来用连续壁 一坪二十几万 对 变七十几万 三年 三年的时间 从二十几万 涨到七十几万 然后现在来讲的话 这个是 它的一个房价 好 从 那个时候还有一字头 好 你从二字头开始 2018年还有 2020年还有二字头 一路这样往上涨的情况之下 涨了非常的多 但是呢 他们的一个公共设施 有没有跟上 没有 我觉得一定是没有跟上 你现在来讲的话 就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你房价炒得很高 好 这些东西有赚到钱的人 这些投资客都很高兴 可是呢 第一个你的瓦斯 第二个你的基础设施 还有你的这个地底 路面的管理都没有弄好 所以呢 新竹县如果没有来做一个简单 不是简单 一个完整的体检的话 随时再出状况 所以我们看到 柯文哲讲 他如果当选 要找这个黄国昌 来担任这个法务部部长 他跟黄国昌关系很好嘛 讲得不意外 今天 他居然跟黄卫谈讲 如果我当选 我要让你当新闻局长 但黄卫谈讲 他现在已经没有新闻局长了 没有新闻局长 你也可以当NCC 这代表柯文哲 已经在封关了耶 应该这样说 他开始在画大饼 为什么要画大饼呢 第一个 因为柯文哲呢 他的民众党呢 事实上资源很少 如果你要说 要招降纳判的时候 保杰你知道 事实上现在 要给东西 对 你要选立委好了 很多国民党立委 他根本 他根本不会来招降纳判 日本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漫画 叫盛唐教父 政党教父 里面有个关键就是 我要收买人 他把所有的职位 丢在桌上 看你不要什么 对 他现在只能这样 你说你要立委 好 跟立委合作 很多区域立委 他不要跟你民众党合作嘛 但因为他们自己都选得上 他干嘛跟你民众党合作 跟你民众党合作 或许也不会 你只要民众党不提人 对他就是合作 所以你要说 让这些立委跟你合作 我觉得优因非常少 但他有中央 现在我民调 至少是领先 侯友宜的啊 我总统的话 比后有机会 他认为比较有机会嘛 所以他现在要拿国家职务 对 来吸引人 所以他开了几个职位嘛 你看他要找这个 黄部长当法务部长嘛 对不对 那另外一个 他说黄伟翰呢 你可以当新闻 伟翰耶 对 新闻局局长 没有新闻局局 NCC嘛 NCC会很有代表性嘛 那他同时来说什么 他说你看 他已经有针对联合政府的 这个首长人选在研究嘛 他说已经想好 谁要当行政院院长了嘛 所以你看 他连行政院长都想好了 所以嘛 他就行政院长 然后还有很多人选都有了嘛 不 我要补充一个 其实如果说你在以前说 你要找谁当行政院长 没有人把他当一回事 因为从阿扁开始 你知道吗 所有的行政院长 都是挥自己来 呼自己来 挥自己去 对 行政院长不能发挥很大的功能 可是从我们看到了 从我们的匆匆匆开始 从苏贞昌开始 他是真的在当行政院长 对 这个行政院长 是比总统权力还大的 对 他真的是要拿行政院长来谈判的 对 穷穷穷 你看拿了一个这个撞球杆 哇那么厉害 所以他事实上 行政院长放给你 如果这样的话 可以招强大办非常多了 因为为什么 因为事实上 现在大家都说蓝白合蓝白 问题是你要什么 你要怎么合 对不对 立法委员事实上很难合 但如果是中央政权的问题 对 我中央 可以在谈条件了 放出行政院长嘛 行政院长有实权可以给你嘛 我可以当个 类似蔡英文这样的角色 管一些所谓两岸那个部分就好嘛 这是不是一些所谓交换条件 可以开始展开嘛 这样要谈要 招强纳派也都比较容易嘛 我们其实过去一段时间 因为日本就是这样嘛 日本的封城秀吉 他就一直不断地画大饼 大饼画画画 我们现在要去哪里去哪里 你只要听我了就可以这样子 他就是这样画大饼嘛 画一画之后反正 这个说说又不会 所以有人讲 封城秀吉为什么要打朝鲜 对 因为他已经打到没得分了 所以我要打一个更大的来分 对啊 丙要越画越大 所以他现在就直接画给你看 行政院长可以画给你啊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他的策略嘛 他现在就是不断地这样用这种 所谓画大饼 看能不能招越多人越过来 不是你看 当时在讲黄博昌的时候 对 黄博昌笑得多开心 是 今天在讲我们的伟汉哥的时候 伟汉笑得多开心 很多人被点名到很开心嘛 那这样就可以开始招降纳派 有议员的就来嘛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他的一个选举策略之一嘛 那至于说被拉抬他的民调呢 我觉得目前为止来说 他当然是处在一个比较偏向上升的趋势中 诶 讨论越多 诶 人选点一点名 诶 搞不好他真的 真的 把他那种总统气势慢慢地烘托上 我觉得这对他来说 当然是一个选举的策略 好董事长 我们听讲 在所谓的政策上 我们讲 诸法接空 自由自在 诶 我现在觉得柯P已经进到了一个诸法接空 我没有看过一个总统候选人 或许你在选举的过程里面 诶 你敢知道堂而皇之的 直接画pocket 直接来谈判 谈判什么 我的位置 诶 我已经在开始找位置了 你都还没 八字还没有一撇 他看就是搞这个了 他本来讲给黄国昌当司法院长的时候 当司法院长的时候 我认为还有一点认真 当他今天讲到黄 我们伟汉去当NCC主委的时候 我就发现说黄国昌那一撒是轻贷公共 但是他今天的重点其实讲 我心目中已经有行政院长人选了 你要看他前两天 他接受另外一个网媒的采访的时候 他讲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他说那个小立元心性 说他的弱点 就是他手上没有足够的立法委员来支撑 他这个选战 就是说到了八月九月过两个月以后 国民党党都大居 有立委了 有立委全部投入了 投入之后小鸡 就会把母鸡的场面撑起来 这时候来讲的话 他们的民调都会上扬 结果只有民众党 没有小鸡 所以他认为他的民调在过两个月以后 可能会面临到没有小鸡的困难 因为他会出现一个 孤木难撑大厦的状况 所以他急切的现在需要的是小鸡进来 就是对他敢解决他的根本问题 也就是说我认为 柯P现在可以讲很多很多 但最后就是选举的两个基本原则 一个就是钞票 一个就是选票 选票就是要立委 他要有立委 他要钞票他要选票 没有这三个元素的对象 都是呼隆的 都是随便讲讲的 所以黄国昌跟这个 黄伟瀚要快点帮他去找钞票 找选票 找立委 才能够解决柯P的需求 没有这个东西 诸法皆空 还是赖清德当选 那问题是来了 那今天为什么特别谈到说 他已经想好他的行政院长人选了 行政院长是真的 行政院长在他第一个小机问题解决掉以后 他还是没有办法 他的民调如果即使跟赖清德是一样完全相同 PK盘35 40比40好了 谁会赖清德会赖 为什么 因为很简单 因为他的联金票太多投票率低 所以柯P的联金票太多投票率太低 这个日本学者小立元星星 已经看到你有这个危机了 即使你的民调跟他相同 你不会赢 所以你要组织盘 他一定要组织盘 因此他必须要有实质的蓝白盒 那实质蓝白盒就是柯P讲的 所谓的联合政府 因为他没有立委 没有立委没有办法经营这个政府 所以他必须要跟国民党结合在一起 才能够经营这个政府 因此这个行政院长 不论如何一定是国民党人干的 他不可能他没有能力派出行政院长 因为你没有立法院的支持 行政院长怎么干 不可能的事情 因此行政院跟立法院 将来如果柯P当总统的话 必然控制在国民党手上 对 你曾经讲过 这个全世界就是一场大博弈 而台湾 以前我们只偏爱一遇 可是没讲到 现在我们也在这个博弈的中心 最近布林肯 不是跑到中国去吗 布林跑到中国去 所以我们只看到习近平端坐在中央 我把你当成藩属 我以高看一下 可是现在华尔街日报 很多媒体讲 没有哦 布林肯去 其实是有一个关键性的议题 就是台湾议题 而中国不断地去跟布林肯去探索一个东西 就是这一次的台湾大选 美国的底线到底如何 对 这一次美国的媒体放出这样一个讯息 代表说什么意思 谈 是有谈实质核心的东西 什么是实质核心的东西 就是台湾明年2024年的总统大选 那你想想看 你说明年我们的总统大选 美国跟中国已经在谈了 对 为什么要谈这个议题呢 其实北京是想唤起美国以前不好的记忆 怎么讲呢 他说赖清德既然是一个务实的台独工作者 那会不会像以前的阿扁这样子 因为你知道美国他最大的噩梦 就是在2000年到2008年的时候 特别是后面这几年的时候 在处理阿扁议题的时候 Truplemaker 对 然后非常非常麻烦 所以当时就形成一个模式 什么模式 北京华府共管台北这个模式 所以现在北京刻意了 你说阿扁后面这几年 是北京华府共管台湾 所以现在来讲的话 其实两国之间现在没有什么议题可谈的 因为两边互相压制 然后美国要压制中国去中国供应链 所以这个情况下没有什么合作空间 唯一一个值得讨论的 就是台湾的总统大学 那现在来讲的话 第一个北京先太口风 到底华府这边是支持谁 那当然现在华府不可能跟你表态嘛 他当然想说我采取中立的立场 那事实上来讲的话 到底哪一个最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 这才是美国所关心的嘛 但是美国绝对不会跟北京讲真话 但是北京想要去唤起这个东西是干嘛 想要跟美国谈嘛 想要跟美国谈什么 我们G2来管台湾 我们两大个来管台湾 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有合作跟谈的空间了嘛 所以否则来讲的话 我们有什么东西可以谈呢 本来中美最大的增值点是台湾 现在中国想玩另外一个方式是 变成交集 是 就把台湾当作一个所谓的翘翘板 或是翘开中美之间的这种 所谓的紧张程度 所以这个才是麻烦的地方 因为变成说台湾变成是被动者了 这个主动者又掌握在两大国之间 那现在怎么要让台湾变成主动者 不要让他们两大国去玩台湾的游戏 这个就是说三组候选人 必须要想的问题嘛 所以现在来讲的话 最担心的是什么 如果真的今年8月的时候 赖清德代表蔡总统到巴拉圭 然后过境美国的时候 你相不相信美国一天把他问到底 问到不是问到死 问到底 到底你的务实台湾工作者 到底要到什么程度 你会不会像以前阿伯一样 你是不是遵守蔡英文的两岸路线 跟外交路线 那你要遵守的时候 遵守到什么程度 那你为什么之前又在 顾宽敏的那个场合上面 讲出兄弟之邦 为什么你又不解释什么叫兄弟之邦 所以就变成说 整个一团乱的情况之下 就是赖清德现在阵营里面分成两派 一派说主张说 我到底要不要到美国过境 一派主张说 我到底是不是不要去就比较好 那一去的话 一定被美国问到底 问到番 那现在就是说 布林肯就是说 民主党这边来讲的话 他们就一直希望能够做一件事情 台海的管控由美国主导 我不可能跟中国去分享 但是对中国来讲的话 今天你如果出现一个 现在是第二个阿扁出现的话 那你美国管控得了吗 这时候中国就在给美国下一个什么东西 就是给你一个打预防针 告诉你说有可能赖清德是一个不可 这个所谓的稳定不可控制的变数 那这时候你最好美国来跟我中国谈 好 逸凤 但另外讲 现在这个局真的是非常非常乱 以前菲律宾不是非常怕中国吗 对 菲律宾现在不怕了 之前不是讲吗 人家讲中国用所有的船包围 那本来我要晚上补给 六艘船去补给 一个个挡回去 但菲律宾今天叫 我没在家了 挡我是不是 我现在马德雷3号上面的甲板 放满食物了 对 在过去来讲 马德雷3号的运补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 甚至之前也发生一个冲突 但是现在你看 在上面开派对了 而且它还不是说我偷偷摸摸吃起来 我运补来了 然后开派对之后 来上面弄了一个照片给大家看 你中国挡我 我照样送上去 对 现在来讲的话 大陆的媒体要说 你怎么上去的 因为它除了这个军舰之外 还有他们的海上民兵 所以如果是一层一层的包围的话 那这些东西到底是怎么送上去的 而且送上去之后 你看这个是一个开心的一个手势 然后前面就摆了很多的食物 告诉大家说 这些东西我们吃得很好 东西都进来了 东西都进来了 但是现在来讲的话 其实在这个地方 菲律宾虽然暂时就吃得很开心 可是其实在马德雷3号这个地方 其实南海的一个冲突 还是非常非常的可怕 甚至他们现在又有一艘军舰过来了 是什么呢 是法国 在之前不是有肩并肩 不是美国来跟他们联合军演吗 其实法国的军舰来的时候 上一次是2021年 现在又过来了 那过来的情况之下 要想的是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因为 其实菲律宾觉得 恐怕有机会发生冲突 所以他们现在想要赤支18亿 要来买什么 要来买潜舰 然后这个潜舰的话 法国就想说 连菲律宾都要漏潜舰 对 因为他们觉得南海的争议呢 最终恐怕是会走向兵戎相见 所以呢 小马可是就说呢 我们准备要投18亿 然后来做这个潜舰 那马上呢 就有一个法国的海军 海军集团就说 我来 这个地方呢 你要做两艘 我们不只是做潜舰给你 我们可以帮你做什么 在苏比克湾 帮你做一个专用的码头 甚至呢 我可以帮你建造 所有的后勤补给 以及练习 所以呢 他给菲律宾一个计划 5加1 5年 我做一套潜舰给你 第一艘马总和两艘马 在一年的时间 我到苏比克湾这个地方 来做一个训练 6年之后 你就有潜舰了 菲律宾从来就没有得过潜舰 如果说有这一个议注之后 6年之后 菲律宾就有潜舰 7年之后 菲律宾就有第二艘的潜舰 现在来讲的话 他们就会有一个潜舰的舰队 那法国也希望来做这个生意 如果做起来的话 其实在菲律宾来讲 他的国防的实力是非常好的 现在教育部 要有个新的方案 鼓励学校让学生去当兵 大学四年一年当兵 三年念书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我三年就毕业就好了 那不是这样子 他说你的寒假跟暑假 要去念书 你不要搞错了 寒暑假要念书 寒暑假 他原来就是准许你三年毕业 然后为什么 利用你的选一年的 寒假跟暑假刚好一年 所以就变成说 你学生的寒暑假没有 有一年有两次的 有两次的暑假没有 那这样学生谁要啊 不是学生要啊 你这样子的话 你就可以早一点毕业嘛 早一点毕业早一点当兵嘛 他就可以早一点为国服务嘛 对不对 但是这个案子刚提出来 现在网络上已经爆开了 炸锅了 他干翻了嘛 这什么玩意儿嘛 对不对 因为很简单 这叫做什么你知道吧 这保汉不吃二汉鸡啊 你知道我们有多少学生在早餐店 在7-11打工的 他就靠那个寒假跟暑假 去打工赚学费耶 那你叫他 就我现在学费没有着落的嘛 你怎么叫我去 所以我现在不要你付学费啦 不但你干脆你叫他不要付学费 也是个方案啊 可是不是啊 我是告诉你说 学生对寒假跟暑假 有一定的规划跟安排 有的家庭环境比较好的学生 可能去游学 可能去哪里去旅游 可能去家里面帮忙 那环境比较差的 是打工 像以前我住的学校 我都很多同学到了寒暑假 那个长时间有两个月时间 都通通去打工的啊 到处去当什么捆工啊 非常辛苦的 结果我们教育部提这个方案 我觉得超瞎的 而这个方案的背后 当然是因为赖清德本身 要争取年轻票 这要争取年轻票 大家现在年轻票落后 目前年轻票 在柯文哲第一名嘛 所以他要抢这个年轻票 抢年轻票 荒腔走板 教育部提出这个方案 然后他前两天 他自己跑到台大去演讲 他台大演讲 他更是也是更是离谱 离谱什么意思呢 他说啊 以后如果台湾 如果不幸发生战争的话 这个打仗啊 是职业军人的事情 那义务役的人呢 不负责打仗 那我干嘛延长一年 当卫兵 可以当卫兵 去护桥梁 护仓库 去管交通 他讲这个话 我一看完昏倒了 什么时候我们的义务役 我们可以这样分吗 我们的义务 冲员兵不打仗 打仗由职业军人去打仗 他连军方 现在的制度 跟规定都搞不清楚 就随随便便地 跟学生乱开支票 我们的义务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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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义务役